先來介紹一下 用S4A的板子上面的滑感電阻 搭配這個按鈕來做一個投石車的裝置 這是一個舵機 可以控制它的角度0-180度 現在就來示範一下 審視開始之後 我這個拉的數字0-1023 可以轉換成這個角度 投石車給它拉到最底 按下紅色鍵就可以做一個發射的動作 當然如果說出力不夠的話 可以換大顆的 考慮大顆的 那大顆的舵機 就真的要考慮到這個外接電源的部分 那程式呢 就是寫這個發射完之後 如果我們再推回到原來的0點 又可以再繼續再拉 那這樣的一個專案 可以讓小朋友去做多方的一個嘗試 就是說我拉到角度幾度 因為這個地方可以做一個實驗 比方說我這個角度多太多的話 我還可以再往前調 可以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角度幾度的時候 那個投射的一個距離 是可以達到最大的 那當然這個B長也是可以去做實驗的 好 這樣的一個專案 我們來看一下程式怎麼寫 好 程式其實很簡單 好 這個D2呢 按下去 對一下腳 好 這個D2就是剛剛那個按鈕 在我按下去之前 就重複的去做什麼 做這個角度的一個判比 就是我四伏馬達的角度呢 由誰來決定 好 由我這個 slider 那個滑桿電阻來決定 但是滑桿電阻的值太大了 要做一個轉換 所以這邊除以5.6 讓它符合在0到180度的一個範圍之內 好 那我按完之後呢 就會跳出這個迴圈 好 那 跳出迴圈其實就是要發射出去啦 那發射出去基本上 這個 可能回到0點 或者是某一個角度的點 好 那 如果我要重來的話 我就是說 欸 我這個滑桿呢 給它往前推 推回到0點 就讓它重來 那 我就可以繼續再往後拉 來重新做發射的一個動作 所以它是一個循環 好 以上呢 這個是我的報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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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